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陳茂波司長 就說全民派錢一萬元 實情哪有這麼順貪 魔鬼就在預算案的細節當中 在全民派錢一萬和全港的打工仔女 退稅上限兩萬元的同時 亦夾雜了很多私貨 其中一件最令人反感的 就是大幅增加警務處的開支預算 到底裏面有什麼細項呢 現在我們逐樣來看看 首先要說回本年度 由於這三萬三千隻警察 要奉命打壓反送中的抗爭和示威 於是他們開支大增 被原本核准的預算超出了三十億元 就去到二百三十五點九億了 這樣也未算 其中最大那份的開支 就是警務人員的津貼開支 原本就預算兩億六千萬 現在就收定為二十五億半 升幅是接近九倍 截至去年的年底 總共有約3萬五千四百多個警察 如果以二十五億半來除開 每人平均獲得的津貼是超過七萬元 換句話來講 就是叫市民批錢給那些警察 來打壓自己 打壓青年 講不講得過去呢? 第二件事 其中一個細項叫做專門用途的物料和設備 其實是用來買一些蛋藥 包括催淚蛋、海綿蛋等等 預算由去年的兩億一千萬 增加到六億一千萬 你要買多少東西才夠呢? 請問 竟然那個開支預算是可以多過去年三倍的 你要買多少蛋藥來打壓市民 租資市民 講不講得過去呢? 第三件事 他們就說準備要斥資超過七千五百萬元 就是更換六部裝甲車 每一部造價超過一千二百萬元 喂 你本來已經有很多裝甲車了 再有水泡車了 還不夠還要多換六部 甚麼都要最新最正的 總之就要把市民打壓至體無懸夫為止 第四件事 警務署就說 來年要增併2543名警員 是上年數字的四倍 即是你原本有三萬五千四百人 都還不夠 還要加多二千五百人 就是要為了你這個政權服務 為了你這個林鄭服務 為了要打壓市民 就不停請人回來 這樣就可以壯大到你那個支持的力量 請那麼多人做甚麼?還不夠? 你那些警察有賊也不去抓 街邊的圍魄也不去抓 然後走必都不去做 現在是 你那些警察有甚麼做呢? 你現在還要請多二千五百人 有沒有搞錯? 你整個警務署已經全部都不務正業了 上次鄧炳強大署長 去出席那些明星足球隊的晚宴 無視特區政府的呼籲 說要保持社交距離 下次你那些散仔 一天懂得出聲明 玩微博 這些路路 正經事也不去做 好了 現在還要請多二千五百人回來 你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為維穩 每多一個警察 你政權有多一分的支持力量 你不是想這樣做嗎? 不用請那麼多人 已經三萬五千多人 你計算警民的比例 你是高過全球其他文明先進的國家 所以搞到警務署 在下個年度的總開支預算 是接近二百五十八億 就比今年原來的預算 是增加了五十一億 升幅到兩成半 二百五十八億 搞支軍隊出來還可以嗎? 而且警務署單一部門的總開支預算 竟然就是其他八支紀律部隊的總和 即是說其他八支紀律部隊 各司其職各有任務 做這麼多樣的職能 加起來用的錢都不用像警務署那麼多 究竟你這個特區政府 是不是在搞警察國家? 還請那麼多人做甚麼? 還買那麼多裝備做甚麼? 在過去的大半年還打壓不夠嗎? 這個陳茂波就是機關算盡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陳茂波到底有哪兩個陰險之處呢? 第一 其實這些新增的警察開支預算 就是跟派錢一萬元 兩樣東西是捆綁在一起 成為了一個所謂的財政預算案 而這個財政預算案作為一個整體 就會提交到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審議 迫使非建制派的議員 不能夠一邊反對警察增加開支預算 另一方面 又是贊成派錢 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案作為一個整體 要表決的時候 最好的辦法就是甚麼呢? 就是把這個派錢抽出來 把這七百多億抽出來 獨立來處理和表決 事實上是可以做到的 你那個三百億的抗疫 防疫基金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加急處理、獨立處理 事實上做得到是可行的 麻煩你特區政府就不要玩這些矛波了 這個派錢就照舊來搞 而且把這個議程提前到最先來搞 開一個特別會議來搞也沒問題 因為無論是建制派或者非建制派 所有的政黨所有的議員都贊成派錢 這次就不會有人拉布或反對 特區政府就應該把全民回稅一萬元 打工子女退稅上限兩萬元 免差響 代繳中學民憑士的考試費 等等的慰民措施 或者中援商量等等 麻煩你把這些慰民措施 整個東西拔出來 獨立來表決 總之牽涉到這些慰民措施的 你獨立表決 拔出來 不要放在財政預算案上 又夾上警察開支 夾上這些私貨 捆綁表決 你這樣就陷入議員於不宜 亦都陷入市民於不宜 你特區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務 就是要解決市民的言微之急 你經常說要急市民所急上市民所想 現在的機會就來了 將這些全民回稅、退稅等等 麻煩你抽出來處理 到時候就說那些議員 去警察開支的預算 拉布 拉到天方地佬都沒有人理會了 這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目前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有大量撥款審議 是積存下來的 星期五這個陳健波就說要開會了 但首要處理的議案 就不是這個財政預算案 這個財政預算案 在之前還有很多東西積存了 第一次開會要解決的 就是什麼問題 就是公務員加薪的問題 公務員加薪就包括了紀律部隊 而紀律部隊當然就包括了那3萬5千4百個警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那些非建制派的議員 仍然在議會那裡拉布 仍然在議會那裡反對你這幫警察加薪的話 就變了拖到財政預算案審議的日期 就越來越後了 到時候那些建制派當然會出來 嘰嘰嘰嘰嘰 就會將市民未能收到這1萬元回水的責任 歸咎於非建制派 這就是你的如意算盤 就是你陳茂波的陰險之處 為什麼不將全民回水、退稅抽出來呢 抽出來放到最先或者開個特別會議來審議 沒有人會反對的 如果你不肯這樣去做的話 全民回水一萬 市民收不到錢 要怪責的不是那些非建制派的議員 是陳茂波和建制派那些人 因為他們就是玩這些陰險的手段 玩這些茅波 很離譜的 你就不能夠拿1萬元來塞住市民的嘴 然後就當這些東西全部看不到 就任你去買裝甲車買催淚彈 請多2,500隻警察 或者是你那些警察加薪 都是去贊成一份的 你這個全民回水一萬元的措施 是不應該當作掩口費來處理的 市民是有良知的 不會因為盲目追求的一萬元回水 而同意其他你所捆綁去滲集去的私貨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算非建制派不拉布也好 以目前立法會財委會積存了這麼多撥款審議來計算 至少要排到4月才能審得到這個財政預算案 你派錢派得來是怎樣呢 你要排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拿錢呢 所以你的當務資急就是把這件事抽出來 然後獨立去處理 相信很快會得到通過 那些非建制派都不敢造次 如果你夠膽抽出來的話 但你肯定就不會這樣做 你就是要玩這些政治的權謀 不知所謂 然後你就用這些程序來迫使非建制派妥協 到時市民說收不到錢 或者沒有收到退稅 或者免不了差響這些路 那你就把這個責任 其實就是想歸咎在這些非建制派的議員身上 站在我自己個人立場 如果你特區政府 你這些陳茂波最終都不肯把這個回稅一萬元抽出來 然後就是要和警察加薪 請人等等來捆綁的話 我寧願他反對 我寧願那些非建制派的議員反對 因為你逼他反對的 其實是你把所有東西捆綁起來 而客觀事實就是 就算所有非建制派的人聯手一起反對也好 到最終都是反對無效的 為什麼? 因為非建制派的議員 現在只有二十多人 整個立法會有七十人 半數就是三十五人 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就是一個政府提交去立法會的議案 就要簡單多數制來通過或者否決 到時他拉布也好 拉到他展布也好 一表決那一刻都是不夠票的 所以為什麼接下來的 這個9月的立法會選舉這麼重要就是這個原因 一定要盡力爭取非建制派過半數 使得這些所謂的財政預算案 到時有這樣的魔鬼細節 就否決了他 麻煩你回頭再審一次再提交一次 就不像現在這樣堅持在一起 這是很意思的 玩這些低級的政治權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